喂,今天叫外賣好嗎? 好啊! 你上次叫家不錯,不如今次你又叫一次吧 來吧,來吧,先看看 又是這樣,每次叫外賣都是這樣的後果 其實幫忙叫外賣,沒什麼不好的 只是… 喂? 啊,外賣到了? 好,現在下來吧 喂,見過一起拿外賣 沒錯,問題一,就是叫外賣那個因為流了電話 所以永遠都要做外賣那個 算,我忍 喂,外賣到 喂,來來,開飯了,開飯 喂,先計算吧 唉,吃完飯才計算,你急什麼? 唉,坐下 問題二,每次叫外賣都是永遠收不齊 喂,吃完飯,收錢 等一千元沒有扇子,你先幫我付錢 70元,差20元 蛤,不是你請嗎? 有時,你收到外賣的四分一已經很幸運 我只是想說,大家都長大了 那10元20元,你覺得我真的好意思叫你還嗎? 為什麼你不自覺自己給我? 幫忙叫,幫忙拿,貼上錢也算了 你們吃完還要不撿垃圾 我是幫你們叫外賣的,不是阿四 喂,給你看 你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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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什麼? 你吃什麼? 你吃魚翅啦 我覺得怎麼吃的 在排門開,看到他們吃了 算了,其實叫外賣都是為了可以讓大家一起吃飯 坐下聊天,真盡有意 只要他們吃的時候開心 其實,吃虧一點就有什麼所謂 如果你今年拿不到冠軍 學校因為要節償開支,而取消游到死 你們這麼沒這麼說,你忘記了當年那件事嗎? 我只輸了一次,每個人都要當我叫我好看 不是師未平衡,你是師未自警